为了祈求花莲县风调雨顺和尽平安 花莲县吉安乡黎山劳母总庙慈云宫 11号办理了大塞佛护国席灾超建大法会的活动 包括了县长徐真伟 立委傅昆琪 也穿着不担的传统服饰来参加消灾祈福仪式 希望能够保佑花莲和尽平安 在黎山劳母总庙慈云宫的带领之下 现在许真伟 立委副喷气 民政处长明良真 先议会副议长徐雪益 先议员郑乾隆 魏嘉贤 市长魏嘉燕 今天向上游书真 花莲农改厂 厂长杜丽华等贵宾 来参加大塞佛护国席灾超建大法会活动 现在许真伟感谢初音功特别恭祈福当国六专大塞佛抵达华联 道法布置2023在大佛护国席灾超建转运赤府大法会活动 共同体验世界和平 花莲合集平安 真伟也更敬佩大人郭切多次来到花莲 让花莲也祝福花莲 在现在两岸的不安定 以及疫情之后的这个疫情的三年 让整个台湾整个世界经济的萎缩 人与人的感情之间的淡薄 而希望借由此次的大法会 大言共 让我们大家心系相连 为天地来祈福 为地上以及我们十方法界无情的友情众生 我们一起让他们的心灵能够安定 人会乱 神会也会 人会乱 鬼先乱 然而安定土地龙神 安定我们的地基主 安定十方友情众生 我想我们的人心会更加安定 感谢大法师的死杯 更感谢所有的僧团愿意嫁到花莲 让花莲的乡亲以及来自于全国的法友 能够一起来参与着殊胜的大法会 我要再次感谢大家的花心 再一次的在如此殊胜的法会上 来跟大家一起祈求 让地球能够和平 能够平息灾难 尤其台湾此时此刻 兵凶战危 要为我们2300万人来祈福 更要为大陆14亿加台湾2300万人的和平来祈福 也为精益的0206 当时台南0206大地震 接下来花莲0206大地震 这次是0206的土耳其叙利亚的大地震 太多的巧合 天灾地变 我想唯有大家修心 祈福 世界才会平安 神佛才会降临加持 现在人心的 人心的火候不安 世界的改变 地球的声音现象 我想我们修好心田 尽心的祈福 人片 天不片 人欺 天不欺 天上佛主 众神 智慧加持 新年花莲百姓安居乐业 快乐幸福过好日子 藉由祈福法会 能够让花莲无灾无货 让百姓快乐拼经济 带给幸福每个家庭 记得喜欢解释 下方的导 请不吝点赞